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Sir 今天這段影片就是9月的開學影片 第一件事想大家做的就是 看一看我這段影片的view數 和這段影片的title的數字是否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 即是代表我成功了 有三個人我要衷心問多謝 第一個要多謝就是暗網仔 第二個要多謝就是啟發暗網仔 拍他的那段影片的Tom Scott 而第三個要多謝就是 令到這段影片能夠成功的 一個channel叫做No Tax To Speech 作為這個9月開學影片 當然要有小小主題的就是 學新東西 開了一個月了 你有沒有學到什麼新東西呢? 或者這個學年了 有沒有什麼新東西你想學的呢? 又或者回顧一下 過往一兩年了 有沒有什麼你學了的呢? 你要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過往這一兩年 兩時都繼續學到新東西的 學日文 從事不同的口琴 學一些新的技術 學中醫 也都讀一個國際認可的 職業計劃師的證書 其實我想說的就是 學習的機會 是真的處處都有的 只差了你有沒有投放一些時間 精力去主動爭取一些 學習的機會 但我想說的呢 除了這一點之外 就是學習這個場所 又不會覺得呢 學習、教育 不只是在這個課室 不只是在學校的 外面都可以的 對的 因為這句說話的本意 是想提醒大家 出去參加多些科學活動 其實都是一個學習的體驗 對不對? 也都有人倒過來說 就會說 學校是廢的 課室老勇的 知之類 其實都是捉錯用實 因為我們首先要明白一個定義 什麼叫課室呢? 對於這隻獅子老夫來計 它要學捕獵 有一個草原就是課室 我要學煮食 切菜、炒菜、廚房 就是課室 課室 課室是否一定是 有桌、有燈、有塊球 有鑊、有鑰匙、有鑰匙 有電腦、有附近 這些才叫課室呢? 原來不是 所以我們要去想的就是 我們不需要去 怎樣分別 什麼課室內與外 因為課室根本是無處不在 那這個是九月 我想告訴大家的一個信息 而說回這段影片 可能你都會好奇 這麼有趣 我們這段影片的view數 和我這段影片的title數字 是分別的呢? 而賴以成功的就是 一天一天叫做API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比喻又告訴大家 就是你去到一部汽水機 你想喝可樂可樂 入了錢 你就要按可樂 然後他就出了可樂給你 當中這部汽水機的原理 你未必一定明白 但是你會知道 如果這樣做 就會有這樣的結果 這個當中我想分享一個故事 給大家聽 就是叫禅宗的故事 叫紫月禅 手指的字 月亮就完了 今晚去磨想在這裏 蟬心的時候 大和想突然拿著手指 自己做個月亮 那裏就是月亮了 故事完了 OK 其實這個故事是想告訴我們 原來就是 手指就是我們的方法 一些知識 一些技巧 成功月亮就是我們的目標 今次的API亦都是一樣 其實就是一個 Connectivity 一個聯通式 我要YouTube幫我去自動 update我這段影片的title 然後我就要做些事情 今次做的事情 就是一些programming的動作 我未必完全明白 但是我知道 我做的方法 我就一步一步地跟著 我是會成功的 在我們整個生活 都有很多的 那些健康有食 你不讀大鱷 你真的不知道 吃這個好 吃那個好 但是你跟著這個方法去做的話 你是會健康的 健身方法 你不操胸 操胸背 操手 操腳 那些肌肉原理 你都不一定明白的 但是你跟著操腳 你會說你是有機會成功 變強壯的 醫學原理 物理學原理 化學原理 經濟原理 都一模一樣 那慢慢 當我逗了program 我發現 原來都有一些脈絡 我都知道的 原來他都是想去知道 我的影片的information 我的channel information 那個影片的title 有些什麼變數 variables 而最後就是怎樣把我的影片的title 和這些variables 拉上掛大 所以當你學完一件事的時候 你可以花多點時間鑽研 這個將會成為你的鑽研 廚師不是隨便煮東西吃的 programmer也不是隨便打programmer 這就是因為他們明白了會有的原理 然後就可以創新 只於成長告訴我們 除了有方法和目標之外 就不告訴我們 指著月亮 一定要是食指嗎 不可以手指尾的嗎 不可以腳趾的嗎 方法 是很多很多 所以 大家不要想 一定要跟著這些方法 不可以創新 有方法可以跟 不代表只得一個方法 就是告訴你 起碼有一個方法可以得 但當你明白了這件事情的原理的時候 會不會有第二個方法 第三個方法呢 當初醫學也是一樣的 有些病 由不能治 變成有得治 由醫的方法 舊的方法 變成新的方法 全都是同樣的 OK 那段片段 很耍眼 到這裡 記住 看一看段片的view數 和我這段片的title 數字是否一樣 分享這段片 分享音樂際的片 分享Tom Scott的片 分享No Text to Speech的片 讓多些人嘗試理解這件事 還要破解 當中這個program的運作原理是如何 這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OK 我們下次再見 Bye